相当具有颠覆性的作品 镇长 评论 债的历史 2013年10月2日 22.05分22秒 最早见到这本书是对岸中信出的版本 当时书名就叫做债 还蛮引人好奇的 但先不论一笔 光是看到后面的注释 全部都用英文原版影印的偷懒步骤 就瞬间灭火了 上周这次推出 本以为是买版权 不过看了一折后才发现猜错了 翻了几页觉得不错就带回家了 作者大卫 格雷博士占领华尔街活动的发起人之一 也是著名的人类学家 他用相当有趣的角度去观察经济史该证谋说吗 里面的许多论述无疑的颠覆了传统的一些说法 让人耳目一新 格雷博最大的挑战就是对于货币的起源 他指出 经济学家的传统说法 人类最早存在的市场是以物易物的环境 直到察觉出不变性后才逐渐演化出媒介 作者驳斥了这个说法 他从考古的角度跟人类学的角度去考察 原始的社会根本也不存在所谓的以物易物 最早的经济活动其实很单纯 即便在现代比较淳朴的农村中依然能仍见到 左邻右舍互相交换多余的生活用品 或者是借用奢账 大家以自己的信用位担保 累积出各式各样的债 但又不是现代的那种 格雷博称这是某中共产的生活方式 不过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 在轴心时代已降 高度的国家开始成行 为了收税等行政措施 政权必须有个媒介来处理 于是开始发行货币 比如说 士兵的新想 发放之后让他们自行到所在地购买 等于转移了国家的补给负担 是一种重要措施 简单来说 货币是以国家本身的信用位基础 去发展出来的媒介 并非市场自然发展出来的产物 也正因为如此 当进入所谓的中世纪 各大帝国纷纷崩解的同时 经济也又退化回最初的那个形态 历史学家通常称这是一种文明衰退的状态 但格雷博显然不认同 在作者的观念里 正是在亚当斯密以后的经济学家 发展出来的资本主义世界 才造就了今天的许多债务危机 贫富差距 过度信用扩张跟投资泡沫化等 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 在他探讨伦理学的作品中指出 当财货是用来取得生活必须品实 它是正常的 当他人类只想利用财货生出更多财货 这世界就腐化了 今天无人所见到的房屋炒作者 就是这样的存在 格雷博对于这些当然有诸多的批判 同时他也希望读者诸君 能够重新反省债的本质意义 但显然作者说的越多 反而越有些模糊了焦点 反而难看出真正的核心意志 又或许本书值得再三的品位 可以琢磨出不同的心得吧 例如作者指出耶稣最伟大的地方 就是他把原罪盘比畏古典时 代认为人类 击欠这个上天的债 而他的死亡则是代替世人 把这个还不起的债给清除了 另外他对于罗马奴隶制 与财产制的讨论也非常精彩 本书的字数很多 背后的附注也很多也很重要 简体版把它通通省略 是非常要不得的做法 不过当然 自多错误也多 这也是无可奈何的 但不管怎样 一不可以带来许多新知识的是好书 能够让你反思的则是经典了 债的历史 是可以细细品味的好作品 与大家推荐之 读债 第一个五千年 货币的诞生 懒残僧 评论 债 2019年11月14日 16点48分49秒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债 第一个五千年 是一本颠覆性的书籍 和其他21世纪所著作的经济学书籍一样 像亚当斯密开炮 而这本书的颠覆性特别高 因为它引发占领华尔街的活动 由于其对抗主流金融界的理论 在早期的比特币推动者手里 几乎人手一本 在我的公众号里 已经写过贫富差距 非理性人 市场信息不对称等等 驳斥传统经济学的书籍的读书笔笔记 而这本书是最颠覆的 作者的目标是取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逐步免除债务 类似于圣经中提到的洗年 所以书理一上来就抛出一个问题 欠债还钱是否天经地义 实际上 欠债还钱这个观点的神奇之处就在于 即使根据标准经济学理论 它也不正确 债权人理应承担一定程度的风险 如果不论多么愚蠢的贷款都能获得偿还 例如不存在破产法 那么结果将是毁灭性的 还有什么理由能阻止债权人借出愚蠢贷款呢 举个例子 如果你问朋友借一笔钱 对朋友说你要拿去赌博 我想理智的人一定不会同意 但是如果法律规定 债权人一定可以拿回那笔借款 那么这就意味着 债务人必须要把儿女送去当奴隶 或者卖掉自己的器官来筹钱 这种悲剧 我想大家并不陌生 在旧社会里 白毛女的故事比比皆是 而就算在当下 裸带的存在也逼良为娼 这种恶债的形式最普遍还是存在于 发达国家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剥削上 不少贫困的国家已经偿还的贷款 是他们最初借入金额的三四倍 但是败神奇的负利所赐 他们甚至没能减少背负的债务本金 饥饿的儿童的口粮被剥夺用于还债 贫困的国家的经济政策被债权国随意摆布 以至于这些地球上最贫困最脆弱的人 失去了最基本的生存保障 不过我想我国是不同的 我国经常免除债务 欠债还钱这个概念 事实上并不属于经济学的范畴 而是一个道德层面的论述 偿还债务是一个人具有道德的体现 还给他们应得的 接受责任 履行对别人的义务 就像期望别人也履行自己的义务 如果背起承诺或者拒绝偿还债务 本质上是一种逃避责任 而如果一个人考察债务的历史 他首先会发现自己完全陷入了道德困惑之中 几乎在世界每个地方你都能发现 大多数人自然而然地持有以下两个观点 第一 偿还自己借来的钱是一个道德问题 第二 任何有放贷习惯的人都是坏人 道理很简单 放贷的人必须具有收回债务的保障 那就是暴力 如果你掌握暴力 甚至可以凭空产生债务 黑手党认识到了这一点 侵略军队的指挥者也认识到了这一点 几千年以来 施暴方成功地告诉受害者 他们亏欠某些东西 如果没有具体的亏欠关系 那么受害人的性命是欠施暴方的 因为受害人还没被杀掉 历史上只有两种方式 能够有效地帮助放债者 摆脱暴力的恶名 第一种是把责任转嫁给第三方 比如作为中转的犹太人 另外一种时间称借钱的人十恶不赦 比如早期的佛经就记录 如果不能偿还债务 就会转世为牛马还债 要理解债的种种矛盾关系 我们必须要解债是如何产生 人们最早亏欠的到底是什么 一开始人们欠的是某种道德义务 然而金钱使得债务 可以被精确的定量衡量 金钱把道德转变为 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 数字计算的能力 通过这一转变 就可以将本来无法容忍 或者厌恶的东西变得可以接受 而暴力反而变得退居其次 金钱使得我们和社会 甚至宇宙的本身的联系 都被视作一笔冷冰冰的商业交易 在传统经济学的框架下 债务的产生被这样描述 首先 原始社会的人类之间形成了市场 开始以物易物 然后某个物品被频繁作为交换媒介 形成了货币 在形成货币之后 就有了借贷 于是债务的关系产生 然而本书作者格雷伯 指出了这种模型的缺陷 亚当斯密使用十八世纪人的思维 推理原始社会 把一些时代条件想得理所当然 以物易物的关键逻辑在于 每一笔交易两清 这种逻辑隐含了两个缺陷 第一是伎量 第二是信任 最后是渠道 如果你拿十只机 换对方的一头牛 你怎么知道自己 是不是在交换中吃了亏 亚当斯密天然地以为 交易促生了计量物 也就是货币 事实上 应该是先有一个锚定物 计量物 然后才会开始交易 也就是以物易物 交易中的公平是底层逻辑 就好比工作中 你和同事都认为自己的贡献更大 要求分得更多 用十只机换一头牛 双方都会觉得吃亏 而在原始社会中 如果觉得自己吃亏了 最常见的方法 就是诉诸暴利 可以预见到 在原始社会的市场中 由于没有警察的存在 那么每次赶集 都是一场斗殴 社会制度还无法解决 如果以物易物 并不能促生货币 那么货币是如何产生的呢 答案是债务 货币是一个衡量标准 它衡量的对象 就是债务 一枚硬币就是一个欠条 格雷伯给出了另一个模型 举个例子 在早期的英国 旅馆老板会发一些小的标记 代币 凭借着这种标记 人们可以在老板的旅馆中 兑换时速 相当于你旅馆老板 预收了一笔钱 欠了客户一笔债 而这笔债 可以要求旅馆老板 用服务随时赎回 在会计准则中 预收账款就是劣势为债务 而经济法中 还有一个叫做成对汇票的概念 公司和银行之间 开具一张证明债务债权关系的欠条 也就是汇票 收到汇票的任何一家公司 都可以要求银行成对 也就是付款 当然 更多的时候 这张欠条被用来付其他公司的货款 不断地在公司之间流转 充当交易对价 也就是货币的作用 事实上 英国所有流通货币的基础 就是当初英国王室 所开具的一张欠条 英国王室不会还清这笔债 如果主动还清 整个英镑体系就将不复存在 以上关于债和货币的产生 只是比较简略的说法 在书中作者详尽地整理了历史 代表道德的债 是怎么一步一步 变为代表数字的货币 还是从原始社会说起 书中记载 当殖民者第一次造访 原始部落的时候 遇上过一些哭笑不得的事情 有一位殖民者医生 帮助处于原始社会的黑人 治好了疾病 救了他一命 当医生要乘船返回自己的国家时 这位黑人追了上来 要求医生把自己的皮大衣 脱下来给他 医生拒绝了这位黑人 于是黑人很愤怒 大声嚷嚷道 我就知道你们这些殖民者 道德败坏 医生生气地说道 是你欠了我 你欠我一条命 我不欠你 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是 最早期的社会 没有欠他人的债这种概念 大家奉行的是一种 部落内的共产主义 当你和别人分享一些东西 你们就是自己人 甚至如果你救了某人一条命 你就必须对其负起责任 除非你给他礼物 否则他会对你纠缠不清 按照亚伯拉罕教早期的理论 分享盐和面包的人 绝对不可互相伤害 在那时 你给别人分享一样东西 更多的意味是你成了 那个人的庇护者 一般来讲 主人给客人分享了盐 意味着主人成了客人的庇护者 而如果客人长期赖着不走 客人就自动沦为主人的小弟 甚至仆役 这让我想到 这种责任体现在原始社会里 有时使得原始部落的酋长反而最穷 因为他分给别人的资源最多 画心 王朗剧成传避难 有一人欲一父 心哲难之 朗曰 性上宽 何为不可 后贼追至 王欲涉所携人 新曰 本所以宜 正未辞耳 既以那其自托 并可以极相弃邪 遂邪诊如初 是以此定华 王之幽烈 那么 债务的概念如何入侵淳朴的原始社会 答案是宗教 债务在宗教中一开始代表的就是折磨 在德语中 债务最初的含义唯有罪 而就属原本的含义是还清债务 早期的宗教普遍认为 人类对神灵欠债 也就是原罪 比如基督教中 上帝的债务无法还清 只能摧毁 摧毁债务的方式就是死亡 而平时给予神灵的祭祀品 便是我们债务的利息 只要多付利息 就可以延缓 我们偿还神灵债务的时间 也就是延长我们的生命 这种神灵之债出现了很多变种 比如我国的祖先之债 各国的圣者之债 甚至父母之债 他者全人类之债 统称为社会债务 我们每个人在社会上生存 都有亏欠其他人的责任 欠神灵的债通过死亡解脱 欠父母的债通过生儿育女解脱 欠圣者的债通过学习经典解脱 欠他者全人类的债通过招待陌生人解脱 这时你会发现 解决这些债务或者说责任的方式 并不是用来偿还某个人 而是通过对全社会履行责任的方式解脱 社会养育了我们 我们回报社会 然而宗教组织却利用这种债积累财富 在西方 基督教简单粗暴的卖赎罪劝 充当心灵上的高利贷 在东方 佛教的理论也是佛法可以还债 而且有无尽藏的说法 信徒向寺院捐赠一笔财富 财富的利息将以永续年金的方式 作为香油钱产生功德 有趣的是 这种神灵债的利息充当了价值锚定的作用 在各种文明最初的习惯法法典里 记载了大量解决人类冲突的条款 核心就是商人和盗窃的赔偿体系 各地的律法最自然而然的 赔偿把杜良恒和祭品联系在一起 比如牛 毕竟对于神灵的供奉代表着社会最终极的信用 尽管实际赔偿时并不真正交付祭品 而是用其他物品替代 就像前面说的 由于渠道问题 赔偿人不一定能找到规定的标的物 可以看出 最早的原始社会没有债 而杜良恒在宗教时期出现 并杜良恒真正转变为货币 是国家 理论上 我们对神灵和社会欠债 而国家却认为自己养育和教育的人民 所以 我们每个人都要向国家交税 当国家刚开始接替宗教的权利时 实物仍然是主要的纳税方法之一 随着国家进行扩张 用实物管理财政的弊端就开始显现 举个例子 当国家开始动员上万的军队开赴邻国 牛羊之类的牲口在后勤上难以分配 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向士兵散发自己的货币 让士兵就地购买不及 然后 通过收税的方式 把货币从百姓手里收回来 等同于国家用货币发国债 这时 贵金属的一般运性就体现了出来 黄金 白银和青铜 通过国家的背书 成为了印通货 甚至剥离了其本身的价值 只和面值有关 一般来讲 硬币的一面是正面 上面印有发行硬币的政治权威的标志 另一面是反面 展示在硬币交易过程中 充当支付手段所具有的准确价值 正面提醒我们 国家为货币提供担保 反面则提醒我们 硬币代表着物与物之间的相对关系 不过 既然是国王发的债 就和旅店老板发的代币一样 旨在信用范围内流通 在国王的领地内 货币按照面值交易 在国王的领地外 货币按照称重交易 在更大的市场范围内 这其实有着套利的关系 正如当今国际市场的货币投机客 其实这种货币投机 在三国时期就已经出现 刘备和孙权都发行过大面值货币 这仅仅是货币空间上的套利 而货币还有时间上的套利 比如当秋收时 粮食供给增加 粮食的价格被压低 于是农民只能换到很少的钱 而过了几个月 粮食的供给减少 粮食价格抬高 农民只能用钱换到很少的粮食 这种空间和时间上的套利 就是资本主义剥削的雏形 由于信息不对称 债务系统一直助长着盘剥 就像开头所讲的 第三世界国家被复利盘剥那样 实在对不起 我的读书笔记只能写到这里 作者用了大篇幅来论远债还钱的不道德 他的说法是 一个农民走进自己富有兄弟的家门 带着人们会互帮互助的 假设向他兄弟借钱 而一两年之后 他看着自己的葡萄园被抢占 子女被领走 他会做出怎样的反应 而债务把这一切变得冷冰冰 在贫富分化下 社会上只会充满两种人 一种是债权人 一种是债务人 而这些债务人沦为奴隶 直到社会变为动荡不安 具体论述了 债务在古代是怎么另一个活生生的人 被剥夺荣誉和社会身份沦为奴隶 并且指出当今社会的债务人与奴隶无益 好比我国被戏称的房奴 他认为市场只能把爱变为债 把人类合作 创新 奉献 爱情和信任的成果转化为数字 好比一个孩子 如果用金钱还清了父母的债 那么你就和父母再也没有关系 这是典型美式社会的说法 的确可以渲染起美国人的情绪 但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立场 不是这么看待这件事 美国人的自带危机 在我看来完全是自作自受 他们选择了债务社会的玩法 就要承担债务社会的后果 成年人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最主要的是 美国政坛经常有人爆出 对中国债务定向违约的说法 虽然我知道这不可行 不过我想美国的口风 又开始把债权人当成了恶魔 直接指向我国 可是我国的美债是美国人 拿枪顶着借的呀 债务是一个把双刃剑 并不是非黑即白 而且格雷伯自己 都拿不出一个解决方案 只是带头搞了场占领华尔街 无论是21世纪资本论还是债 第一个5000年甚至钓鱼 无不能看出经济学家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 一条道走到黑的绝望 甚至都拿不出一个可行的方法 事实上 我认为解决方案可能在资本论里 一本名不复实 但是充满想象力的书 Dialectics评论 债 2015年4月4日 22点03分58秒 这篇书评 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我得说 这是一本名不复实的书 不过 如果考虑到作者 在书中表现出的极端 唯明论倾向 这本书到底该叫什么名字 并不重要 不过只是一种约定罢 我想格雷伯会同意 我的这种判断吧 这本书的核心论点 是关于货币本质的唯明论 到底什么作为货币 不过是社会的一种约定或习惯 据说这种观点 首先来自于亚里士多德 PP283 经营制作为货币 并不像私密等古典经济学家 所论证的那样 具有内在的必然性 作为这种观点的具体展开 作者花了五张的篇幅 阐述他的信用货币 经营货币交替循环的理论 而债务问题 在这本书中不过是个从属角色 也许是作者想赶一下时髦 所以才采用这个书名 不过如此名称本身 便具有实在的含义了 如果我是这本书的作者 可能我会把它叫做 信用或信用时货币和债务 本质上是反映一种信用关系 我完全认同将货币 视为一种社会习惯的观点 但是如果将此推向极端 说货币没有实质 它事实上什么也不是PP349 那就实在是胡说八道 无视客观事实了 如果货币真的仅仅是一种符号 而没有任何实质意义 那么为什么那么多人 对通货膨胀胜痛绝 为什么美国老搞QV时 中国媒体会对其大家踏伐 而现在又为什么那么多国家的央行 在叫嚣要防止通缩 显然在最开始 一个社会到底是采用金银 还是采用贝壳作为货币 是一种社会约定 就像中文里面把狗称为狗 而英文里面则称为道笔一样 此时它们都是标示实在的一种符号 然而这种约定一旦形成 它就有了实际意志 而非纯粹的一种符号了 萨托利在其民主心论里面 曾经专门批驳过定义的任意约定说 它认为概念不是你想怎么定义 就怎么定义的 因为一个概念置身于一个羽衣场中 到底某个定义是否合适 可以根据它和羽衣场中 其他概念的定义是否冲突来判断 即在概念的定义中 由于羽衣场中已有概念 之前已经约定俗成 那么如果定义一个新的概念 就要和羽衣场中 其他已有概念的定义相一致 那么这时这个新的概念 显然是不能任意约定的 在货币的场合 同样也有类似上述于一场的东西 那就是价格体系 如果一个社会彻底改变 其约定使用的货币 比如从银币换成金币 那么这个时候需要再造整个价格体系 但是如果使用何种物品 作为货币的约定不改变 而使用该种作为货币的物品数量改变了 那么通常将会改变 价格体系中个商品或服务的相对价格 假设一个社会有两个部门组成 一个是国王领导下的政府 政府训练军队 军队提供国防服务 保护国家免受外敌入侵 政府每年给每个军人 发放一千元的工资 同时政府还拥有发行货币的权利 另一个是农业部门 生产和出售粮食 同时每个农民 还要用出售粮食得到的货币纳税 假设每个农民 要将其出售粮食得到的所有货币 都用于纳税 国王每年把农民纳的税 都用于给军队发工资 同时他自己家庭的生活 必须品来自自己的农庄 假设开始时 农业部门每年在市场上 出售的粮食有十万金 而政府给军人发放的 工资总额是二十万元 然后军人把这二十万元 都用于购买粮食 农民再把出售粮食 得到的二十万元用于纳税 那么此时粮食的价格 是两元美金 而每个军人提供 国防服务的价格为 一千元每年 现在如果国王自己农庄里面 生产的粮食不够吃 他希望从市场上 买点粮食补充 但是他不能挪用 本来准备给军人们 发工资的税收 否则会引起军人的不满 进而可能会导致政变 那么国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时候 他可以再发行五万元的货币 从市场上买走 二点五万斤粮食 这个时候市场上的粮食 只剩下七点五万斤了 而军人们手里的钱 还剩下二十万元 如果这个时候 军人们把收入集中 交给一个人去买粮 那么这个时候 他们购买的价格将为二 667元美金 而非原来的两元美金 每个军人能买到的粮食 将从原来的五百斤 减少到三百七十五斤 如果他们每个人单独购买 那么那些早去买的人 购买的价格还是两元美金 但是最后去买的人 则在当年 可能根本就买不到粮食 或者即使买到 花的价钱 也将高于原有的两元美金 换言之 市场上货币供应量的增加 会导致粮价的上升 而那些接受固定工资的军人 其提供国防服务的价格 却没变 由此货币发行量的增加 使得原有的价格体系发生改变 并最终导致 接受固定工资的军人 购买粮食数量 或生活水平的下降 货币发行量的增加 使得某些社会成员 生活水平下降 我们还能说货币 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吗 实际上 作者的这种极端观点 也是和他自己在文中的 一些表述前后矛盾的 在第344页 他说 低利率和美元不断贬值的组合效应 意味着这些国库券实际上贬值了 这加剧了征税效应 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战争债 PP341 343 如果在二战级以前 这种判断基本成立 但是如果把今天诸国的政府债务 都理解成战争债 那如果不是无知 就是让偏见蒙蔽了双眼 作者以美国为例展开论证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成立 但是如果真的如此的话 我们就无法解释 最近这几年 美国没有参加大的战争 财政上却还是收不抵之 每年新增大量赤字 以至于其债务总量 屡屡突破其国会设定的债务上限了 如果引用日本这个例子 应该可以让我们更能看清 当代政府债务的来源与本质 二战后 日本作为战败国 其军费负担一直较低 近年日本军费占GDP的比重 基本在1%左右 这在世界各大国中是最低的 然而 日本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 早就超过200% 却是世界各大国中最高的负担 我们难道还能说 日本政府债本质上是战争债吗 实际上 当前世界上许多国家 之所以发生债务危机 根源并非在于这些国家穷兵独武 而在于在现有的代义民主治下 由于宪法上缺乏有效的财政平衡约束机制 各国政客为了讨好选民 福利支出难减码 而税收收入难加码 最终导致债台高筑 当然 必须承认的是 在某些问题上 作者能给读者带来不小的启发 有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比如 作者关于货币起源的论述 关于战争 货币起源 市场起源 以及税收起源间关系的论述 关于社会货币的论述等 正是在这些方面 体现出 作者作为人类学者的功力 超越了传统经济学 关于货币起源 货币性质相关问题的狭隘观点 人类学视角下的债务史 对货币理论的启示 评论 债 2022年5月7日20点11分36秒 书中 P51开始的货币 根本就不是一个物品 而是以比例的形式 用数学来比较物品的一种方法 让你知道 一个x等于6个y的方法 把一块黄金看作一张欠条 我在跟网友对比特币的讨论中 已经完全理解了 对我来说并不是新知识 我也用同样的逻辑 来理解萨伊定律 整个社会就是一个 记录债务的账本 连接起来的互惠互利系统 通过这个账本系统 或者说会计制度 我们直接生产 对社会或者说他人的债权 间接生产的是社会 或者说他人对我们的债务 最终是债权和债务的账目两清 姑且称为萨伊定律的 而且还不仅如此 即使仅仅考虑一下 记账这种想法 都会被认为是无理 或者奇怪的举动 这是我认为 对共产主义概念的 严格科学的定义 之前的种种理论 比如禁止私有制 征收百分百税率 逆淘汰的复古运动 这些定义准确来说 其实是极权主义的定义 而非共产主义的定义 对极权主义的批判 也就不能解释 人们对共产主义拥戴 和向往的心理学根源 禁止记账是共产主义的本质 这是修塞西尔 米塞斯 鲍里斯 布鲁兹库斯 对共产主义 是像涌动机一样 无法建成的批判的核心内容 在苏维埃俄国的计划经济 PR20有写道 布哈林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中 讲过共产主义 还需要会计制度 但他没有详细阐述书这个原则 保守主义 8.0 英 修塞西尔 CISO H 1986 商务印书馆 社会主义 8.8 在这个定义下 我们就清楚 共产主义在心理学上的感召力 其他的还包括近亲 夫妻 情人 最好的朋友 我们和这些人分享一切 或者至少我们知道 在自己需要帮助时 可以向这些人求助 几乎任何一个圈内的团体 都会创造特有的底线共产主义 来定义自身 在团体内部 某些东西是无偿分享的 其余的东西 如果有成员提出需要 就应该会有其他人提供 但是团体内部成员 不会和圈外人分享东西 也不会向圈外人提供任何东西 共产主义并不存在于原始社会 也不存在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 乌托帮助作 或者拿自己的家产做的实验 也不存在于人类的未来 而就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它属于亲密关系和熟人社交圈 禁止记账 运转基础式各进虽能 按需分配 那么共产主义运动 其实就是想把这种 日常生活中的亲密关系 和熟人社交圈推广到 陌生人之间的联合 和陌生人社交圈 正因为它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体会到的亲密关系 才能获得心理上的共情 它不可能的根源 就在于禁止记账 在陌生人之间的联合 和陌生人社交圈之间 只会制造混乱 根本无法实现互惠互利的联合 P107他们发现自己 基本不可能拒绝这个人 索取几乎任意一种 共有消费品的请求 因此如果有人拥有多余的古物 烟草 工具或农具 一旦被别人知道 他们积累的物品 几乎立即就会消失 但是这种大方的分享 和慷慨的基础 不会扩展到每一件东西上 事实上 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一般免费共享的东西 都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 这就是共产主义 导致贫穷和社会倒退的根源 不利于资本积累 门戈尔说过 私有制是在一切财货上 不可避免会发生的需求量无限 与财货分配量稀缺的不平衡问题的 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 假如我们不消灭 造成私有制的原因 而想废除私有制 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亲密关系和熟人社交圈 也同样面临稀缺性问题 记账对于生产和分配 也是必不可少的 只不过因为足够熟悉 所以不记账采用各进虽能 按需分配也可以维持生产和分配 在陌生人的联合中 禁止记账 生产和分配就会彻底混乱 共产主义不利于资本积累的本质 就会将社会迅速拉入赤贫 因为记账功能的缺失 组织产生和分配 就会产生一个控制一切的极权政府 完成从共产主义的理想 到极权主义的 现实结果的蜕变 这也让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 理解了现代性 资本主义 对于人们社会关系的结构 正因为陌生人的互惠互利 日益替代蚕食之前 熟人社交圈的社会关系 我们感觉人与人之间 不像之前那样亲密了 他在创造 摧毁 重新安排体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共产主义的拥顿 在这一点怀祥病或怀旧病上 不经意地暴露了 他们对于社会关系的保守主义 右倾特点 这种心理上的亲密需求 抗击现代性 通过会计制度 实现陌生人联合的社会关系 揭示出共产主义的右倾本质 比起对救专制 君主制 奴隶制 封建制 压迫的仇恨 和工业化电气化的渴望来 这种心理是左倾的 在陌生人的疏离中 渴望亲密关系的动力 更有可能让人反对现代性 向往田园木哥 这种心理是右倾的 未完待续 投诉 有用6 没用0 在我看来是革命性的思考 Airmaker评论 债 2021年4月27日 22点13分27秒 本书值得理解 从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学 无论流派的角度 去分析人类债务问题 以下就谈到个上了 人类终究是社会动物 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还是理性人 脱离了社会关系 单纯的趋利避害 先是阵龙发聩的 提出了经济学假设前提 与实际情况差异的问题 然后以历史史料为依据 进行分析和解读 后半部分 沿着主要的历史变革阶段 从前半部分理论的角度 进行了重新诠释 对信用货币 轴心时代 政府发行货币 回归信用货币 资本主义进行了论述 最后对目前的信用危机 进行了分析和展望 提出了一个发散式的结论 就是要跳出传统的分析框架 传统框架的理论基础 无论是经济学还是宗教 实际是过于简化的模型 目前的阶段实际是 已经被金融资本进行了改造 变成服务于金融资本的工具 这本书 有几个非常有趣的观点 一经济学原理 总是喜欢从物物交换开始 以此理论创设市场 比较优势 交换价值和价格波动 然而实际 却往往不会以此进行 传统社会中 主要依靠信用 中国讲究人情 货币主要是在不同阶级之间 作为政治 社会工具使用 二债务意味着平等 因为是可以创设和偿还的 在不同等级 阶层之间 或者社会事件 比如复仇 资本主义不会允许最终结算 也就意味着 债务无法永远得到清偿 三在轴心时代开始 政府采用暴力掠夺财富 利用金银制造货币 又利用税收等 实现货币的循环流通 实际是实现了 对劳动力通过债务的掠夺 这个有别于 比如日本侵略者 直接强迫我国人民 进行劳动 这样不可持续 反抗太大了 当然这种流动 也间接创设了更广阔的市场 四节上 市场和资本其实是两个概念 方向也是相反的 这一点恐怕是西方经济学 最难以承认的 市场是需要交换的 资本本质上是扩张的 要占据越来越多的资源 实际上排斥交换 无鼓吹政府不要干预市场 尤其是金融自由化 实际上是很危险的 尤其是鼓吹 有强大的银行业 来管理金融市场 比如华尔街 所有老百姓才能脱离 高利贷魔掌 实际上就是蚂蚁金服 和国有银行不同定位的问题 这种论调 完全没有考虑不同的社会性 华尔街实际是非常有动机 去榨取每一滴剩余价值的 因为资本是逐利的 而只有国有银行 没有这样的逐利性 当然反面就是贷政 才会维持较低的政策性利率 另一方面是 也没有考虑个人的社会性 比如给亲戚借钱 很有可能是不收利息的 这样的信用仍然存在 六西方世界和中国矛盾如此之深 我觉得可能不单纯 是中国挑战美国 谁是世界第一的问题 很可能是 这本书写的时间早了几年 但提出来了一个关键问题 什么能替代资本主义 目前看中国的实践 可以说是国家资本主义 但和西方世界的金融资本主义 差别还是非常大的 也许这种对立 正是旧的秩序 对解决问题新方案的一种打压 是金融资本对政府的斗争 本书最后的共产主义 和爱的论断 真是让人热血沸腾 没有什么比国际哥 和天下大同的组合 更让人振奋了 投诉 有用六 没用零 宗教 政治 人生 社会 货币皆源于债 1982英里评论 债 2013年1月6日9点58分44秒 首先 作者一上来 就推翻了古典经济学家 关于货币起源的观点 以物易物 以货币易物 从人类学家 历史学家来观察 作者观察到货币起源是这样的 以债易物 政府规范债 创造货币 这样货币的必要性 合法性跟政府是有很大关系的 从根本上怀疑了 自由市场鼓吹者的根基 这样作者说货币源于债 和他儿子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 所以要救赎 社会上 人与人之间的交易 起源于需求 给予 借 交换 于是产生债 政治上 政府为了自己 执政的合法性 规范债 为了获得收税权 发行了货币 作者列举了很多例子 例如 政府发行货币 给了军队 然后 让人民用发行的货币缴税 于是货币流通起来 从各个殖民地的例子 和几千年来改朝换贷的时候 首先做的就是撤销债务 重新分配土地来看 很有意味 为什么美国欠了全世界这么多债务 还这么理直气壮 中国还要继续买美国国债 为什么国际货币组织 要借贷款给贫穷的国家 条件是实现他们要求的民主制度 在他们还不起时 要降低他们的医保 不顾他们儿童的死活 也要他们还钱 为什么有人攻击奥巴马 说他的社会主义分子 他就是要增加富人税率 劫富济贫 为什么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成立后 要打地主分土地 为什么要发起文革 究竟是富人欠穷人债 还是穷人欠的富人债 为什么1998年俄罗斯宣布 他们将延期偿还 他们所欠的所有债务 而全世界束手无策 看着世界金融体系受到冲击 为什么希特勒是民选领导人 他一上台就宣布取消 一战德国欠下的所有战争债务 为什么战胜国能宣布 战败国对自己欠债 以上问题 似乎君可以在本书找到答案 最后举书中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 5000年前 犹太法典规定了 7年一次为洗年 7.33分04秒 路上听书解读 公元前196年的罗塞塔石碑上 就已经有债这个概念 甚至于从有记载的人类历史开始 债就一直存在 依债务和信用体系自古就有 并非出现在物物交换之后 根据人类学研究的发现 远在货币制度和物物交换诞生以前 信用作为一种虚拟货币 就已被人们在使用了 比如在公元前3500左右的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 银子是会计系统中唯一的通用货币 但当时它只用于记账 不用于现实中的交易 大多数的银子 都被放在庙宇和宫殿的宝库里 严加保管 普通老百姓很难拿到 那日常交易怎么办呢 美索不达米亚的办法是 用他们主要的农作物 大卖代替银子交易 而且还定下了大卖与银子之间的兑换比率 这样一来 债务和税收通常用银子记账 没有银子的人们就用大卖来偿还 你看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债务和信用了 当然了 这不是说以物换物完全不存在 例如巴基斯坦北部的普什图族 该部族以热情好客著称 然而 对那些跟自己不相干的外族人 他们就会用物物交换 所以说 在大多数工业化之前的社会 以物换物是存在的 不过只发生在陌生人之间 从以上两个例子 你会发现 以物换物并不是出现在债务或者货币之前 也不是人们交易的基础 问题是 传统经济学却反着来 认为以物换物是经济的基础 然后为了交易便利 催生了货币 再到后来才出现了信贷 那么 如果这个腿倒要成立 它必须满足两个假设性前提 第一 所有人都追求利益最大化 都想通过交换获得更多好处 否则 我为什么要费力去交换呢 第二 每个人去以物换物时 都能赋予物品一个固定价值 比如说 你想拿你的贝壳去换对方的羊腿 那你得让对方觉得这贝壳对他有用才行 不然他为啥要换呢 然而 这里面是有问题的 首先 他没有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没价值了 对另外一些人却用得上 很有价值 作者的观点跟传统经济学很不一样 他认为记录债务的信用的体系出现在先 之后 人们为了方便转移债务 才发明了货币 与此同时呢 以物换物的交易方式也存在 但只存在于那些 不用维持长期关系的陌生人之间 二 市场经济依赖于暴利 以及商品的去情境化 货币的社会意义 可能比经济意义更加重要 在许多工业化以前的社会 是另一种经济模式 本书作者把它叫做人类经济 在那种人类经济中 每个人都独一无二 有着各自复杂的 各不相同的社会网络 因此每个人都有特殊的价值 不能用简单的数字来量化 举个例子 一个小伙子带着聘礼 去欣赏人家里提亲 女方父母同意把女儿嫁给小伙子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 小伙子用钱买了个老婆呢 当然不是 根据人类经济的逻辑 货币的价值 不可能跟新娘的特殊价值 相提评论 这笔钱只是作为一笔定金 代表了小伙子 接受他对新家人的社会责任 也就是债 相反 如果把所有人都看成一模一样 每个人的价值也都相同 这时候 人也就成了一种 可以被交换的商品 就拿奴隶制来说 奴隶往往是战争中的俘虏 战胜者饶他们一条命 用暴力硬生生地把他们 从原来的社会关系 往中剥离出来 他们不再是谁的朋友或者亲人 只有一个身份 奴隶 没有了社会背景 所有奴隶都被赋予了同样的价值 可以像商品一样被随意交换 当然了 奴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不过在人们交换钱和物品的时候 道理是一样的 我们在交易的时候 考虑的单纯只是货币 或者商品的抽象价值 比如说你在超市买玉米 基本就是他卖相和价钱 不会考虑他从哪来 哪怕是偷来的抢来的 反正放在货架上都一样吗 这种交易 恰恰就是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 所采用的方式 但是别忘了 跟奴隶制一样 商品的背后 也有着各种各样的经济和政治暴力 三市场经济依赖于暴力 以及商品的去情境化 有一种关于货币起源的理论 叫国家货币论 他认为国家的产生 导致了货币的发展 提出了另一个促进 现代经济体系发展的主要原因 战争 国家为了方便打仗 发明了金属货币 怎么回事呢 你看 统治者为了养活军队 肯定需要金属和食物等重要资源 对不对 如果挨家挨户去收集物资 那还得专门养一批人手干这个活 这么做肯定不实际 这样的系统也难维持下去 于是 为了养兵 政府发明了金属货币 并且开始收税 统治者一方面把金属货币 作为军饷发给士兵 让他们在驻扎或者打仗的地方使用 交换需要的物品 另一方面 统治者向全国的家庭征税 让他们把一定量的金属货币上缴给国家 就这样 整个社会变成了一台高效的机器 不断给军队提供补给 金属货币的出现还带来了一个现象 人们纷纷用各种物品 换得这些值钱的硬币 国家货币论认为 这就是市场概念产生的原因 大家可能要问 口说无凭 有什么证据吗 当然有 历史记录显示 古代的市场通常会在 有组织的军队形成后才出现 市场一般也会先在宫殿 和军事基地附近出现 所以说 国家为了好打仗 而发明了金属货币 市场也随之出现 这说明跟经济理论刚好相反 市场并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倾向 货币可能是国家暴力 也就是战争的产物 4.金属货币在战时大受欢迎 而信用制度在和平年代成为主导 货币和战争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联系 金银等贵重金属作为货币 普及程度取决于社会的混乱程度 换句话说 越是打仗 人们越喜欢用金属货币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公元前600年到500年左右 金属铸币几乎在同一时期 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发展了起来 分别是中国北部的大平原地区 印度恒河河谷地区和爱琴海周围的土地 这些地方的统治者们 鼓励民众使用金属货币 以方便日常交易和国际贸易 然而到了公元600年左右 信用制度又重振旗鼓 迅速发展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转变呢 这当中有一个有趣的规律 人们在战争时期往往喜欢现金交易 而和平时期则选择信用交易 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 金银是战争的同谋 而不是和平贸易的附属物 大家想想 比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现金交易 信用系统更加复杂 而且离不开信任关系 在战争时期 如果你是酒馆老板 你的顾客大多是暂时驻扎的士兵 可能过不了几天就继续行军了 在这种情况下 金银的商人当然会选择收现金 而不是赦账 毕竟当兵的有的是金属货币 而且这些钱有固定的价值 在哪都能用 所以说 在动荡的战争年代 既然历史上金属货币的流行 总是和战争暴力直接相关 而信用制度则在和平年代 战主导地位 这本书的作者就提出 可以用虚拟货币和金属货币的交替 为依据 从一个新角度解读欧亚历史 了解人类过去的五千年 他把这五千年分为五个时期 公元前3500到公元前800年的 第一农耕帝国时代 公元前800到公元600年的轴心时代 公元600年到1450年的中世纪 1450到1971年的欧洲帝国时代 1971年以后的当今时代 第一农耕帝国时代 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 印度和中国 国家的经济主要由妙宇和宫殿控制 比如说在美索不达米亚 妙宇和宫殿里储存的大量银块 就是国家货币系统的基石 可是银子很贵重 只能只作为抽象的价值 用来记录税收和债务 而不是在现实中交易 相反 人们用大卖作为支付货币 如果你欠了一定银子的税 但你没有银子 拿等价的大卖去偿还即可 不过在普通老百姓之间 更常见的是 另一种抽象的价值交易 那就是信用 例如 酒馆和客栈的店小二 会给赎客记账 卖家也会积累起 值得信任的顾客名单 等到粮食收获的时候 统一把债还清 如果债务比较大 那就要签合同了 买卖双方会把交易细节 和还债担保 记录在一块陶片上 留作证据 等到还债之后 陶片就会被打碎 标志着债务还清 人们想到了加收利息 来保证借出去的钱 能收回来 这种办法比利润分成更靠谱 大家想啊 假如一个外地来的流动商人 找你借钱 说要到处跑着做生意 两个月之后回来还钱 你怎么知道 他一路上会赚多少钱呢 又怎么知道 他不会说谎呢 所以固定一个利率如数奉还 当然更保险 轴心时代 轴心时代这个概念 是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 提出的 指的是人类文明史上的 一个关键转折点 这个时代有什么特点呢 一大波伟大思想家 都出现在这一时期 什么毕达哥拉斯 释迦牟尼 孔子等等 但同时这一时期 也充斥着战争 从中国的战国时期 到印度的十六大国时期 伴随着罗马帝国 扩张过程中的大屠杀 和大规模奴隶化 暴力达到了惊人的地步 随着大规模军队的发展 和战争带来的动荡 金属货币应运而生 有意思的是 金属货币的发明 并不是为了促进贸易 事实上 古代世界中的生意能手 腓尼基人 是最晚采用货币制度的人之一 那货币制度是为了干嘛呢 公元前六百年左右的 里底亚帝国 出现了第一批金属货币 目的是给希腊雇佣兵发工资 那么问题来了 用来助币的金银是哪来的呢 我们刚才说过 贵重金属 原本都存在庙宇和宫殿里 打仗的时候 这些地方就是 敌人重点洗劫的场所 战胜的军队 满载着真金白银的战利品 回到祖国 统治者用这些金银 铸成金属货币奖励士兵 似乎也很合情合理 总比给每个人发几头猪 几头牛更好操作吧 随着货币制度的诞生 人们对金钱的追求 慢慢促生了市场 除此之外 有人认为 货币制度还有可能导致了 世界一些主要宗教的出现 包括佛教 犹太教和基督教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轴心时代 商业交易变得越来越物质化 商品交换的基础 从原来的抽象价值 比如债务和信用 变成了实实在在的金币银币 货币的出现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些宗教的出现 似乎是对市场变化的直接反应 信徒们渴望超越世俗的物质交易 寻找精神的净土 中世纪 轴心时代的动荡纷争 渐渐平息 商品市场和普世宗教也开始融合 宗教开始接管市场体系 从国际贸易到地方集市 所有市场都要遵守 宗教权威定下的规则 按照我们之前说的规律 在和平年代 不同形式虚拟信用货币 又回到了整个欧亚大陆 尤其是在中东 伊斯兰教的价值观 开始影响商业交易的具体形式 比如伊斯兰帝国 禁止有利息的借贷 因为古兰经中不允许这种行为 共同的宗教信仰 把人们团结在了一起 提高了人们之间的信任度 商人们愿意把信贷范围扩大 商业网络也因此越来越广 随着商业和宗教之间的关系 日渐紧密 这在另一方面就削弱了 帝国时代 随着欧洲人对美洲新大陆的探索 他们发现了各种各样的新资源 这其中就包括宝贵的黄金 大家可能已经猜到了 被带回欧洲的黄金 让金属货币再一次流行起来 不过 这背后的过程可能比我们想象中更复杂 其实 在欧洲征服新大陆之前 金银已经有了回头的趋势 主要因素之一就是 15和16世纪中国明朝初期的民众运动 最终导致政府废除纸币 重新开始使用银币 随着税收逐渐被折合成了银子 政府也在尽可能地想办法进口银 以便压低税收 免得老百姓不高兴 又嫌起新一轮的社会动荡 中国对银的需求突然大增 引发了一串连锁反应 给全世界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为了满足中国的需要 欧洲人开始疯狂开采美洲大陆的银矿 事实上 大多数满载着来自美洲大陆金属的大帆船 要么直接开到中国 就算经过欧洲也是路过而已 目的地还是中国 作为交换 中国开始出口丝绸 瓷器和其他珍宝 就这样 经营交易完全主导了世界贸易 新的败金潮流 让货币和宗教分离 又重新加入了国家体系 国家通过制定法规 来恢复正常的货币交易 就在这个时候 人们对债务的看法发生了改变 欠债不仅成了不道德的事 拖欠债款还成了违法行为 负债者监狱也纷纷出现 欠债不还的人会被关进去 用这种办法迫使他们的家人 快点还债 随着社会对债务越来越不待见 原来支撑债务体系的人 与人之间的温情也越来越弱 慢慢的 社会交往和市场交易 开始变得利益当先 每个人都想着 怎么让自己得好处 在这样的环境下 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开始萌芽 听到这儿 不知道大家明白了没 货币的出现 让原先基于人情关系的债务 变成了冷冰冰的 以自我利益为动机的交易 今天 可以说 我们当今的货币时代 开始于1971年8月15日这一天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一天 美国总统尼克松 正是终止了美元对黄金的可兑换性 也就是说 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 而是创造了浮动汇率制度 就这样 我们又回到了虚拟货币的时代 金钱仿佛只是屏幕上的数字 可以被交易 被投资 能增加 也会流失 然而 跟之前几个虚拟货币的时代不同 我们现在几乎没法控制虚拟货币 也没法防止人们深陷债务危机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 国家不再有保护借贷者的机制 过去不论是 美所不达米亚的神圣王权 摩西的洗年 还是伊斯兰教教法 或者基督教教会法 都会对债务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进行某种控制 权威的一句话 就可以清空人们的所有债务 现在呢 普通人要是欠了一屁股债 解决很可能就是变卖家产 游落街头 另外 宗教道德对经济也不再有制约能力 不可能谴责过度牟利 也不可能防止债台高筑 还记得最近的一次金融危机吗 没错 它的根源就是因为借贷太多 而负债累累 人们被虚幻的价值 浓闭了双眼 这场危机和之后的严重影响 恰恰说明 一个没有国家和社会调控的 虚拟货币体系 有多大的潜在破坏力 那么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 作者觉得 可能第一步就应该跳出 国家和市场的框框来看待债 要知道 我们对债的负面看法和严厉惩惩 只不过是一个历史现象 也就是过去几百年才有的事 另一方面 我们也要意识到 暴力对我们理解金钱 市场和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 我们退一步想 假如撇开暴力和它带来的影响 债务将会是怎样呢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会怎样呢 我们的世界会不会完全不同呢 总之 对于现代人来说 债似乎是一个可怕的字眼 欠债还钱也是道德上 甚至是法律上的义务 然而 这种负担跟历史上的暴力息息相关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 从人类学的观点探究债务 就会发现债并没有那么消极 反而是维持人与人之间 良好关系的媒介 有赚有赔 放贷前请详阅公开说明书 流动的大兜会 评论 债的历史 2015年7月11日17点37分59秒 一般古典经济学家认为 人类货币的起源 始自以物易物 货币交易与信用借偿的自然过程 但作者试图以人类学的研究成果 推翻古典经济学缺乏论证的主张 通过历史回顾 David Grabber认为 货币的起源应该倒反过来 是信用借偿 货币交易 最后才是以物易物 此主张与古典经济学家相同的部分 在于货币的必要性和合法性 皆与政府的出现息息相关 但以此延伸的放贷风险 与有界有还 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 David Grabber认为 放贷风险是人类史中最长远的共识 一级债主体认到 大量借贷者无法偿债时 将导致社会经济崩溃 因此主动打消债务或放宽偿债条件 例如犹太法规定 七年为一次洗年 债主必须取消所有债务 使卖身为仆的人能回到家乡种地 繁衍子孙 在此 真正维持社会稳定的是信用 他表现在债主放贷程度的克制 与打消债务的诚信 有界有还 则是一区域内出现超强政府后 罗马帝国 为收刮临近国家的劳动人口 并贬低其财产所制定的新措施 目的是将人类与法律意义上 转换为失去自由的财货奴隶 以利人口交易 财产接收 与支撑国内发展 在这种情境下 作为财货的奴隶 必须偿还法律意义下的债务 才能返回人类社会 但奴隶是否能偿还债务 其实是由债主背后的政府说了算 因此 政府能制定与修改法令 从源头加强偿债难度 使奴隶制下的人终身为奴 通过这道程序 债主凭空获得大量的利息 产生以债主为业的阶层 他们维护现有体制 使政府统治得以延续 在此 为了进一步运用这些利息 货币逐渐成为人类社会的必需品 而当社会保持长时间的繁荣后 货币的流通性便不复使用 信用借偿遂重新发展 但其信用仅仅只政府保障的 货币兑换合法性而已 以物易物则是有借有还遮掩的 放贷风险被引爆的结果 随着大量利息杠杆的操作 信用被膨胀到无法兑换货币的程度 政府的中央银行与财政机构 无法损一两平 最终 政府与债主信用破产 社会通货膨胀 货币失去效能 人类恢复相欠债的真实面貌 只能以物易物来维持生命 食物 水源 衣物 人命与身体 例如经济大萧条下的美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等等 但时至今日 各国政府与债主发展出各种 调控危机的措施 以缩小风险引爆的损失 通常是债主的损失 例如以国家税收打消银行贷债 以尊敬措施 要求另一政府私有化国有财产等等 综合而言 本书扩会的货币发展 其最大争结是债主忽略的放贷风险 但他们真的忽略吗 还是有意为之呢 嘿嘿 投诉 有用四 没用零 债的阅读线索 野葫芦银 评论 债 2021年11月25日 21点05分58秒 这本书的发问点特别好 为习以为常的概念 打开了新的空间 格雷伯发现 我们在讨论自由 讨论国家和社会 甚至讨论道德与宗教时 仿佛巧合一样地 都用到了亏欠 偿还等经济活动的语言 也就是格雷伯常常使用的说法 债务的语言 这一发现 似乎在人类学礼物脉络的研究中 并不出奇 但是格雷伯构想 两者之间关系的方式 则与礼物研究的前辈们 并不相同 莫斯也发现了语言的对应与巧合 债务关系 如果对应到莫斯笔下的礼物交换 那么债务关系 也就是社会关系 乃至社会构造的一个方面 甚至可以说 债务关系 债务的模式 债务关系不是社会关系的本质 而是它的相反面 通过发现这段历史 格雷伯试图揭示债务的逻辑 和暴力的关联 以及债务逻辑对暴力的开脱 像欠债还钱这种 被视作理所当然的表述背后 暴力和对相当一部分人的伤害遁行了 在这种历史视角下 需要说明的是 格雷伯把这种历史 理解为一个波动的过程 格雷伯这本书的核心问题是 当我们的道德感和正义感 被简化为商业的表达方式 那将意味着什么 当我们把更多的责任 简化为债务 意味着什么 当我们的表达方式 已经由市场定型 我们要如何讨论它们 2021P15 这本书写作的思路并不复杂 首先破除经济学假设 如何以一种虚构的方式 创造自己的学说 用债务与市场的逻辑 主导了人们的思维 其次确立社会的真正道德基础 最后讨论 为什么这个历史过程 如何发生 但是这本书的阅读难度 恰恰在于 我们经营在市场交换 等价 礼物逻辑中太久 也就是说 我们似乎对作者反对的那些东西 更加熟悉 以至于不小心就错误理解了 作者书中一些部分的意图 因此这篇书评想 简单梳理一下 阅读债的一些线索 首先是几个成对的概念 信用 信贷 与货币 8-12章 就是按照这个线索组织的 责任与债务 人性经济与商业经济 这些对举的概念 就构成了格雷伯的钟摆 我基本觉得 这些概念是可以相互对应的 对应的概念描述的 也是同一个状况 通过格雷伯举的例子 大概可以看出 他制造的区分 可能不同于我们习惯的区分 在哪里 在信用责任主导的社会中 格雷伯举的例子是 当亨利需要一双鞋 乔舒亚送给他后 双方都十分清楚 当乔舒亚需要土豆的时候 亨利一定会给他 2021 P38-39 这个作者虚构出来的 亨利和乔舒亚的故事 其实告诉我们 最宽泛的意义2021 P109 但是它不是一个一次性的 及时的行为 它不存在记账 双方之间没有等价 这种观念 介于给 哪与还不是一个 纯粹的数学问题 而一定会考虑到 对方的需要 彼此之间的关系 时间等等 在日常经济交往中 没有货币 也没有以物一物的位置 而是依赖于彼此之间的信任 责任与不断发展关系的渴望 这只是说 日常经济活动的信用 和货币是独立的 货币一定不是从 这种经济活动中产生的 但是货币可能从其他方式 往往涉及到神庙体系 和国家政权的活动中产生 也就是说 这种社会中 也有货币的存在 但是格雷伯说 货币充当了一种社会货币 它只用于人们之间关系的地结 修补之中 货币的使用 恰恰说明了 人的价值无法由货币衡量 人的价值是无法替代的 这一点不再赘述 第二个线索 就是暴力 奴隶制和自由 道德 人的本性之间的关联 作者在2-3章涉及了很多学说 但他就是想说明 货币并不起源于物物交换 也不起源于信用体系 货币起源于国家 军队 格雷伯提出了一个他的推测 国家出于战争的目的 向士兵发放贵重金属 货币 同时要求社会中的所有成员 上交货币税收 这样 士兵和社会中的成员之间 自然就会产生交换与物品流通 市场因而出现 在人性经济被纳入商业经济的过程中 市场的逻辑会 主导人们对其他关系的构想 在市场的发展过程中 人变成了潜在的商品 人被抽离开他所在的关系网中 成为奴隶 成为可以等价于货币的东西 这一过程必然是暴力的 在这一过程中 自由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 格雷伯反复举例的苏美尔社会中 最初的债务是神庙和商人之间的 之后商人向社会其他成员 创造出消费债务 当一些人在欠债后无以为计 就沦为奴隶 自由这个词 最初就出现于苏美尔社会之中 他指的是 曾沦为奴隶的人回到母亲身边 这种自由的肯定表达就是 做出并信守对他人道德承诺的能力 2021P218 但是在市场和奴隶制的盛行之下 自由之后越来越成为 和拥有奴隶亲近的概念 自由成为随意处置私有财产 做任何事情的权利 自由成为和权利密切相关的概念 这也是我觉得这本书最有启发的内容 当代的许多理论难以破除自由的困境 不断重复人们在追求自由时 礼物带来奴隶 鞭子造就狗 评论 债 2018年12月17日12点54分58秒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段段续续读这本书的几周内 这句话一直营绕在我心头 和普通的经济学教材不同 作者认为从来就没有以物一物这回事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 上古时期的交易 很可能和当今的一些部落一样 没有交易 没有借贷 而且一种类似共产的互惠互利 商品剩余呢 我觉得可能是像印第安人一样 通过部落间的大型厌情炫富消耗掉 书中的理论似乎是货币的产生 源于支付给一厢军队的薪酬 货币因战争而生 而不是因禀赋差异导致的交易需求 一般等价物 有了货币 有了债权 资本主义随之兴起 从古英国的例子来看 债权也不是货币的冷冰冰产物 更像是一种荣耀受损的后果 你欠了债 然后就把女儿抵出去洗债主的内衣 书里提到了一系列 债权扭曲了人性的例子 人肉债无论是部落年代的还是近代的 殖民地征服者的残暴 我还记得流血的拉丁美洲 这便能解释我之前读书的疑惑 说好的你们有信仰呢 为何要凶残地对待土著 因为这些征服者都欠了债 另外 从现今一系列小贷 高杠杆炒股 负债炒币的悲剧 债对人性伤害的可信度真的不低 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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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完这本书一周后 我陆陆续续想起了很多债的例子 鲁荣于2682号 鱼业公司提供的船上产品高于市价 船员发现自己出海辛苦捕鱼 不但无法赚钱 反而道歉公司 惨剧随之发生 裸带 校园带 见过某论坛的一个例子 发帖人亲戚亲身经历 从欠小几千到利滚利 家当赶炒股 某朋友的高中同学 另一个朋友的同事 不忍说 房贷 香港当年炒楼的 人情债 参见老一辈的各路八卦 福利债 为了所在机构提供幼儿园小学优惠 而忍受低心不跳槽的 投诉 版权符号